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 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力量 以生活的智慧 我们来看菲律比书第四章 那么在这一章我们看到 它分成三段 那第一段是第二节到第七节 就是靠主喜乐的原则 是在主里同心 那这段经文 我们会看到两个重点 就是保罗告诉菲律比教会的 同工要在主里同心 以及要靠主常常喜乐 我们之前提到 靠主喜乐的基本原则 是在主里同心 而同心最重要的 其实不必然是对 所有事情的想法 看法 做法都一样 而是在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础下 都愿意学习舍己中的顺服 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都承认 成就万事的是神 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 在这样子的信心里面 我们能够不纠结于 对于事情的做法 或者是在这件事情上 谁重 谁轻 就是一个真实愿意谦卑的 顺服的状态 那这个是我们是不是 真正能够同心的 非常真实的挑战 那当然这一段也表达了 保罗对菲律比教会的一个关心 那么到第二段 就讲到靠主喜乐的秘诀 就是要在主里行事 那保罗就以他自己的见证来说明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以第十三节为结语 保罗说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那这正是保罗要菲律比教会肢体 靠主常能喜乐的秘诀 那这一段连结前面一段 所说的就是我们要住在主里 靠主而活 而这也是保罗自己生命的见证 保罗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靠主而活 他也期待菲律比教会的肢体 能够这样去做 并且是靠着那加给保罗力量的 去经历这种能够喜乐的生命 能够喜乐的生活样式 那保罗既然对菲律比教会宣告说 他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够喜乐 那菲律比教会在爱里面的想念 也就是说在前面提到的 他是在极穷的状态之下 还愿意给予保罗的捐赎 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又让保罗心中的喜乐 能够更加的丰盛 那就让我们看见 在爱里同心的一个 美好的关系的典范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 真实生命喜乐的基督徒 其实他不需要任何的事物 他已经能够喜乐了 但是当有美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个喜乐又能够不断的加增 那这个跟许多人就是 他一定都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刺激 他才能够感受到一点 快乐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他里面 他本身是充足的 本身是有力量的 然后他也能够在美好之上 还要再加上美好 那第三段就看到靠逐喜乐的实践 这就是在逐里面的给予以及接受 那这个就是说明了保罗的生活 那保罗回应了 从菲利比教会而来的一些馈颂 也借此阐述了 对于圣徒之间的 这个恩典受受之价值 受与受就是给予跟接受 而这个给予跟接受 其实是教会里面常常需要做的 弟兄姐妹彼此之间 有一些爱的互动 不断地有爱的给予 跟爱的接受 那这其实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这些在主里的 从恩惠所发的受与受 这也是靠逐喜乐的实践 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靠着主的喜乐 怎么样子去实践 那么就是在彼此恩待的里面 我们美好的给予 以及美好的接受 那那时候保罗在罗马军人的看守之下 等待罗马政权的审判 那当时他如果想要做工养活自己 恐怕是不容易 所以如果没有人供应他的生活 他也会很困难 但在此同时 保罗他也不断地在给予 他给予人福音 给予人生命的榜样 他将他所得到的再给出去 所以基督徒的生命 是在给予当中成长的 而圣经的应许也告诉我们 凡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 保罗是这样的生活 然后去服侍 然后这个去鼓励人 才会发生果效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去活 没有彼此相爱的流动 就算生命里面有爱 有真理 它就像一个水管被堵塞 它会形成不流通的死水一样 所以圣徒之间的恩典的寿与寿 这是喜乐的实践关键 那当然给予的事物不单是物质 那么感谢的话语 或是智慧的言语 或是尽心的带导 或是一个陪伴 或是一个主力的安慰 它都是一种给予 那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能够知道 其实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 这句话是非常真实的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所期待 能够更丰富的事物上 其实我们更多的给予 那么其实神就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拥有更多好去给人的 但是最后提醒一点 我们所得着的一切 其实不是为了要给自己积蓄 更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享受宴乐 而是我们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去给予 神所让我们看见一切需要的人 以至于我们向神求 那我们就能够经历 那无不得着的应许 愿神祝福每一位 在生命当中都有神 从神而来美好的祝福跟恩典 谢谢大家